新疆的浅墨县,中国面积第二大的县 这个县的面积比浙江省陆地面积还要大 我们再从中国最西端返回西安 在到达新疆的浅墨后 准备先看一看这里的玉石市场 今天我们来到了浅墨 对,浅墨县的和田玉也是非常有名的 因为浅墨的和田玉山料占到了整个新疆地区和田玉产量的70%以上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玉石是非常有名 而且产量非常大的 在浅墨最有名的其实是唐白玉 就是它上面带一点糖 是非常好看的,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你在这个商铺的旁边你就可以放到信 他们在门口会摆放很多大块的玉料 这个原石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浅墨的玉石交易中心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的这边的原石它卖的都是通过累一堆 在这块 这是按块卖的还是按堆卖的呀 你要什么按堆卖的呀 你要按四倍 啊 这是一块是多少让出来的呢 不一定 一公斤四倍 这一个住的是一公斤 这一个不自已 这一个要一公斤多 这是个啥东西 这是个啥东西 啊 好像是什么 可以看到呢 这边大块的原石就这样随处的摆放在门口 所以说在这边 玉石是真低很多 超大块 这一块应该都是好几万的 因为按一块原石当然它成色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 但是他们这边一般都是按公斤卖的 一公斤大概都是在三四百 所以说这一块就是几万块 走到这边呢 我发现这边有一块超大的原石 它这块原石呢 旁边还是没有主人在看管 因为可能主人觉得我放在这里 反正你也拿不走 太大块了 这种呢 就是糖白玉了 外面是包一圈糖 然后里面是白玉 但这个橙色应该不算是很好 老板这个咋卖呢 这个七十公斤 一公斤八百块钱 上游的话 全部上游的话 上游的 一公斤八百 对 从货买一斤 一个不卖 一个还不卖 不卖 不卖蛋糕的 对 别的玉石蛋糕买 这个糖白玉嘛 糖白玉的一个卖嘛 不喜欢 糖白玉是指白玉中带有红糖色的玉 一般糖色超过玉石的百分之三十 称为糖白玉 超过百分之八十五 则为糖玉 浅墨是糖白玉最重要的产地之一 单个不卖 单个不卖 最少几个卖呢 不卖 全不卖 一起卖 那有点太贵了 糖白玉贵的一公斤 三万块钱的 两万块钱的 这个一块就要两千 有点贵 这个好看 我们再看看吧 谢谢 谢谢 我们现在呢 已经逛完了这个玉石市场 对 其实呢 在和田 我们已经看了有两个玉石市场了 但是呢 我觉得来到了铁末 还是一定要看一下 这边的玉石原料市场 尤其是这个地方的糖白玉 可以大家来看一下 观赏一下 对 刚才那个糖白玉 其实它很特殊 你会发现它那个石头里边 夹了一层又一层 对 很漂亮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来到 铁末的玉石交易中心 来这里 挑一挑自己喜欢的鱁 离开铁末 我们要继续上路了 边疆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 请不吝点赞订阅